如果生命是痛苦的 那又为何要甘生 如果当疾病摧残一个家庭 难道就失去幸福的权利 何欢一个演言的小女孩 她的父亲不像疾病低头 成立何欢剧团 到处去儿言病房一眼 一月一日起 晚间十点至十一点 敬请收看公事感恩公事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